270 大公報 專家指日本踐踏反法西斯成果 波茲坦公告70年約束力仍在2015年7月26日 要問A04大公報信70年前的7月26日 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茲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 跟隨軍國主義,是構成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礎文件 對日本的約束力有歷史和法理依據 然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期 拒絕承認這份文件對日本侵略戰爭的定性 國際問題專家表示,現在日本當局企圖否認侵略歷史 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維權 是對以波茲坦公告為代表的國際法律文件的公然藐視 也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任意踐踏 引起國際社會外好和平民眾的警覺和批判 據新華社報導,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所長金爾林認為,無論1945年二戰結束時日本政府簽署的投降書 還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簽訂的中日聯合聲明 都清楚表明日本政府接受了波茲坦公告 某些日本政要的所謂公告對日本沒有約束力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投降書明確表示,日本完全接受波茲坦公告 這意味光卡鎮 府承認同盟國戰後對日本的一切處置 包括限制日本戰爭權、對日本領土範圍的界定及懲辦戰犯等全部要求 對構成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基礎 維護亞洲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 過半日人反對安保法堂在今年5月日本國會黨首辯論中 首相安培進三卻聲稱沒有好好看過波茲坦公告 拒絕承認這份文件對日本侵略戰爭的定性 說到底是不能夠正視歷史 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呂耀東說 日本國內修改和平憲法的動向 通過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 並出台相關的抗保配套法堂 意圖就是要放寬對武器的出口 擴充防衛力量以及海外派兵 永久踢除軍國主義 建立崇尚和平之政府是波茲坦公告的重要內容之一 安培無合出政權所作所謂恰恰與波茲坦公告相關規定相背離 因此,日本正要對波茲坦公告視而不見 避而不談,呂耀東說 日前南北內各強推安保法堂之舉遭到日本國內的反對 日本絕大多數法律學者指出 在不修改現行憲法條文的情況下解禁集體自衛權 擴大自衛隊海外軍事行動涉嫌違憲 朝日新聞14日公布的民調顯示 56%的日本民眾反對安保法堂 1945年,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茲坦公告 旨在戰勝日本侵略者 防止侵略戰爭重演、建立戰後和平、安全、正義的國際新秩序 因此,波茲坦公告不僅對中日兩國有重要性 對整個亞洲乃至世界和平都有重要意義 美英敦促日本遵守公告專家認為 中國、蘇聯、英國、新西蘭、澳洲、印度、菲律賓等都簽署了日本投降書 所以波茲坦公告的當事國應該理解為日本投降書裡所有簽署過 呂耀東表示,美國作為當時在東部戰場的一個主要盟國力量 應該擔當起歷史責任 尤其要維護波茲坦公告的正義性 敦促日本遵守波茲坦公告 2012年日本政府對釣魚島非法實施國有化 侵害了中國領土主權 違背波茲坦公告相關規定 導致中日關係出現劇烈動盪 而安倍為首的日本政府高層在歷史問題上開倒車 特別是參拜靖國神社更讓中日關係說上加上 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高雄說 如果能把歷史問題處理好 戰後七十年的這一節點將成為日本爭取國際社會寬恕的機會 如果不能拿著這個機會 甚至開歷史倒車 日本將為此付出更高的政治代價 波茲坦公告主要內容一 盟國對日作戰直到他停止抵抗為止 日本政府應立即宣布無條件投降 而開羅宣言的條件必須實施 日本的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盟國 所決定的其他小島之內 3、日本軍隊要完成解除武裝 日本軍國主義必須永久剷除 4、日本戰反將交付審判 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礙必須消除 5、不准日本保佑可供重新武裝的工業等 日挑戰戰後國際秩序主要行徑修改教科書 1955年自民黨的前身民主黨中部分右派人民主 將把日本中小學教科書所在的日本戰敗日改為休戰日 1958年民部省再審定教科書時 把侵略中國散改為進入大陸 1982年6月民部省審定教科書時 把侵略華北和全面侵略中國等段落中的侵略改為進入大陸 把南京大屠殺改為佔領南京 2014年1月民部省修改了教科書審定標準 要求教育介在沒有定論的歷史 領土問題上適度體現政府主張 參拜靖國神社1985年8月15日 以忠憎根康榮為首的內閣大多數成員首次以公職身份正式參拜 1996年7月29日 時任首相喬本龍太郎也以內閣總理大臣身份參拜 靖國神社 小泉順一郎在任首相期間爭連續六年參拜 靖國神社 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案信介1957年2月出任日本首相 當年8月成立憲法調查會 準備修改和平憲法 2003年6月 日本國會通過有時三法案 認定首相在危急時刻可不經國會同意實施先法制人的打擊 2014年7月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內閣決議 今年4月修改日美防衛指針強化日美同盟 6月廢除民官統領制度以及7月通過安保相關法案等 侵佔釣魚島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 日本政府多次縱容日本有益分子登釣魚島 修建燈塔 2012年9月 日本政府宣布對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實行國有化 2014年1月 日本政府要求各出版社將釣魚島是日本故有領土寫入格科書 新華社 文字可以 寫 文字 便 文字 文字 詞